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 现在讲脱口秀 我一直没告诉我家里这个事情 直到前几天 我妹妹 偷着带我爸妈来看我演出 他们才知道 我学的水产养殖 因为我是被调剂的 我全家一直以为我学的是计算机 所以亲戚们电脑坏了 都问我什么情况 我说 可能是缺氧吧 我大学很喜欢一个女孩 追女孩要动脑子 有一次她跟我说 你知道吗 已经三年没人陪我过生日 我灵机一动 你生日是2月29号 我为了追她 去学弹吉他 表白当天 发现自己不会唱歌 于是让我室友帮我唱 她唱得很好 女孩都答应了她 甚至不知道是我在表白 还对我室友说 下次清唱吧 去年 我妈给我安排一场相亲 我对女生说 我是脱口秀演员 她说 那你能送我几张票吗 我说好 你也喜欢脱口秀吗 她说不 我是黄牛 最后我俩没在一起 但会经常联系 上个月回老家 我奶奶告诉我一个噩耗 说我们镇上 出现了一所凶宅 人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壮着胆子去了 密室逃脱 我也没出来 我爷爷知道后还去救我 门票太贵回家了 我奶奶很没文化 我来上海 她问我 上海是江苏省 还是浙江省啊 我说都不是 上海跟北京一样 她说 是咱河北省啊 我给他们家装了空调 但他俩不会用 夏天 开得炙热 还不会关 于是他俩拿了个风扇进来 对着空调吹 以为能降温 热得很均匀 最后他俩在院子里睡了 因为外籍吹的是冷风 需要一定物理支持储备啊 我们继续 前两天 我朋友过生日 买蛋糕没买蜡烛 插了二十根烟 许愿要戒烟成功 怎么都吹不灭 我到一所城市 会逛他最好的大学 之前我去北京 在清华和北大之间 选择了北大 因为我从小就听说 北大有很多保安 自学考上了北大 而清华没有 所以我断定北大 安保比较薄弱 还是被抓到了 他说 你为什么闯进来 我说 你为什么没学习 最后我想说 其实这个节目带给我很多 我前几天 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女孩 通过微博找到了我 对 说她要结婚了 她老公 非常希望我去当伴郎 说唱歌求婚 需要伴奏 其实上个月 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了 但是我没去 我没去 因为很失望 去年 有个人上来就各种借钱 所以今年 他们没叫我 讲完了 谢谢 OK